現在是2021年 如果你現在問一個籃球人 你問他說 你認識一個球員 他叫做Steph什麼的啊 你認識嗎 他也因為跟你講說 喔Steph Curry啊 你都沒有在看籃球對不對 那我們把時間呢 倒回1996年 當時有一個Steph 他差一點變成選秀狀元 他的能力真的是有資格 被稱為當時的天下第一空位 Hey what's up yship boys give my loot 歡迎來到我的籃球頻道 那今天呢 錄影的時候 太陽隊已經在總冠軍戰 拿下2比0的領先 對上公路隊 那我們真的滿幸運的嘛 因為大家努力防疫 但是我們卻還有籃球可以看 那我們現在有這麼多比賽可以看 今天這個球員 他做出非常大的貢獻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一部很有名的籃球電影 他叫做Higa Game 那中文呢 他翻成單條 他是由Denzel Washington 還有Ray Allen 所主演的 那我覺得他是所有籃球電影 大概前五或者是前三名的電影 真的非常好看 如果你有看完的話 我告訴你 他裡面的主角 根本就不叫即使Shadow's World 他真正的名字 其實叫做 Stefan Marbury Stefan Xavier Marbury 人們叫他 Stev Starbury Cony Island's Finest 康尼島最強的人 在中國 人們叫他 瑪布里 老馬 馬 瑞瑋 主打控球後衛 身高6尺2吋 188公分 180磅 81公斤 1977年2月20號 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南邊的 Cony Island 康尼島 高中讀的是 Abraham Lincoln 林肯高中 大學來到 喬治亞理工學院 Georgia Tech 一年之後加入96D NBA選秀 在NBA總共打了13年 到過 灰狼 籃網 埃陽 尼克 和 塞爾提克隊 最後來到中國CBA的 山西猛龍 佛山 龍師 北京 手鋼鴉 Marbury 是95年的 麥當勞高中全明星 95年 紐約籃球先生 96年 ACC聯盟最佳新秀 96年 ACC年度第一隊 97年新秀第一隊 兩度NBA年度第三隊 兩度入選明星賽 6次入選CBA全明星 2010年CBA明星賽MVP 13年CBA外援MVP 15年CBA總冠軍賽MVP 還有3次的CBA總冠軍 我對Marbury的印象 來自於2001年的明星賽 東區明星在第四節 剩9分鐘的時候 還落後21分 但是靠著Iverson的切入 和Marbury最後一分鐘 關鍵的兩個三分球 矮個子的東區明星 打敗擁有Garnet Duncan Weber 加上O'Neal 一對高個的戲區 Marbury怎麼可以心臟這麼大顆 這麼的有自信 這一切 都要從Cony Island說起 籃球在別的地方也許只是休閒運動 但是在Cony Island 籃球的意義遠遠不只有這樣 Marbury還沒出生的時候 他的命運就注定和籃球牢牢的綁在一起 接下來這一段因為太多Marbury了 所以我先叫他Steph 他的爸爸Don Marbury 和媽媽Mabel Steph是家中七個小孩中的第六個小孩 他的大哥大概大了他16歲左右 大哥Eric 二哥Doni 還有三哥Norman 雙胞胎姐姐Marcia Stephany 還有一個弟弟Zack Marbury 籃球對於Marbury的家族來說 就像一個家族企業一樣 從爺爺和奶奶的一輩就開始打籃球 大哥Eric Spoon Marbury 從他開始真正的打開了這條籃球之路 大學的時候在University of Georgia 喬治亞大學 和人類高光Dominic Wilkins當過隊友 有交手過Jordan 主打小前鋒的位置 1982年在NBA的聖地亞哥快艇隊 短暫的停留過 二哥Doni Marbury是個後衛型的球員 大學打的是Texas NM 德州農工 並且拿過得分網 但是最後可惜沒有獲得NBA球隊的青睞 三哥Norman Juju Marbury 原本以為他拿到Tennessee 天那西大學的全額獎金後 就是他又進NBA了 結果在入學考碰到困難之後 就一蹶不振 接著有去海外打球 小弟Zack Marbury後來也追隨哥哥的籃球腳步 到海外尋求發展 三歲的Step就投得進一般的籃框 從小爸爸就無條件支持Step追逐自己的夢想 在Step開始接觸籃球之後 爸爸跟他說 這個重八棒 原型的東西 如果你願意 他能夠帶你環遊世界 媽媽自從在門上掛了一個小籃框之後 他就後悔了 因為是搞了這一群兒子整天都在灌籃 Step常常從早上七點開始就在家裡運球到半夜 搞得樓下的阿姨常常來拜託他不要再運了 Step從小的籃球觀念和技術 遠遠超過童年的小孩 當他們還在銅卡贏卡的時候 他老兄早就鑽石卡了 才小學六年級就已經能夠打贏當地的高中生 小時候Step的哥哥們 用舊的延長線當作跳繩 還有跑樓梯來做體能訓練 Step學習大哥的體能 二哥的投籃 三哥的運球和傳球 從他們的失敗經驗當中學習 加上獨特的籃球直覺 還有從小周遭都是幫派犯罪不容易生活的環境 培育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 這全部的條件加在一起 讓Step成為家族中最強的那一個 11歲就上了籃球雜誌 莫札特是維也納的音樂天才 Step當時是12歲 就被譽為紐約的籃球天才 就算這樣子 哥哥們還是督促著他千萬不能自買 一定要以NBA為目標 所以就算在紐約家喻戶曉 Step對自己的嚴苛要求從來沒有改變 接下來我要叫他Marbury 高中時期 繼承哥哥的血統 Marbury來到了Abraham Lincoln高中 穿上哥哥們穿過的3號球衣 閃電的速度加上精準的投籃 Marbury幫助學校拿下了年度功利高中的冠軍 成為紐約年度最佳球員 街頭籃球傳奇 God Shame God 和Marbury是同一屆 一開始Shame God其實不喜歡他 因為所有的人都在討論Marbury 剩下的球員好像空氣一樣 漸漸的Marbury到處打了很多的比賽 才和這些球星英雄型英雄 變成了好朋友 也是在當時認識了Chunsey Blobs 和Kevin Garnett 1995年紐約的後衛群們 不論是街頭籃球還是正規比賽 控球後衛都是球隊的心臟 紐約上層區Uptown有God Shame God 皇后區Queen's有Rayford Austin 而Stéphane Marbury則是Brooklyn的代表 我在Rayford Austin's Gift My Loose那一集有提到過紐約的幫派 嘻哈文化和籃球的關係 在布魯克林要成功只有兩條路 饒舌或者是籃球 幫派和要投是街頭比賽最主要的金屬 也因為如此 籃球明星成為幫派保護的對象 藝人或唱片公司都有自己的球隊 像是Pop Daddy Jay-Z Marbury自己在Fat Joe 還有Terra Squad的球隊比賽 打的是一個EBC的聯盟 Entertainer's Basketball Classics 藝人籃球經典賽 總共打了5年的街頭籃球 90年代是紐約的黃金時代 孕育出Biggie、Naz 還有Mobb Deep等饒舌傳奇 加上Stéphane Marbury的籃球 讓紐約成為當時 世界流行文化的中心 Marbury入選1995年 麥當勞高中明星 和Kevin Garnett、Paul Pierce、Anton Jameson Sharif Abdul Rahim 同屆 Marbury在紐約實在太有名了 他在高中簽過的名 可能比一些職業球員還要多 高三的時候 幾乎全美的大學都想招募Marbury 當時白人走進黑人區 只會做三件事 要嘛觸犯法律 要嘛執行法律 或者是招募年輕的籃球員 但是如果全世界都說 這個18歲的紐約高中生 是他們球隊未來的希望 全部人都要踏去他們球隊打球 那麼這一切都會變得不一樣 籃球不再只是籃球而已 球迷看到的只是一個在電視上打球的天才小孩 他們看不到他螢幕之外承受多大的壓力 Marbury還是愛籃球的 只是那個純粹的快樂好像距離他越來越遠 除了球場上的壓力之外 這個籃球天才身邊的人也開始有了變化 當一個人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不單純的人總是會悄悄的出現 籃球變成一門生意 學校使盡全力的招募Marbury 過程能多誇張就多誇張 有的教練甚至用家常理車載Marbury去機場坐私人飛機 只是為了去參觀學校 聽到這裡真的很難不相信美國的大學體育 就是一個極龐大的商業組織 因為不想和另外一個紐約球星 Felipe Lopez同在大東區聯盟 Marbury選擇到南方亞特蘭大的Georgia Tech 剛好補上學長Travis Best去NBA的位置 第一年平均18.9分4.5助攻 還有得到很多聯盟的個人獎項 短暫的打了一年之後 背負了整個家族的期望 Marbury加入了96年的NBA選秀 當年的狀元給了另外一個超級後衛Alan Iverson 接下來需要後衛的公路 在第四順位選擇了這個紐約之子 當名字被叫到的時候 Marbury再也忍不住 情緒激動的流下淚來 在這個漫長的20年當中 我不斷的努力再努力 這一天終於讓我等到了 就在這一刻 Marbury證明自己有能力 能給媽媽和家人過上好的生活 公路用Marbury和灰狼換來的Ray Allen Marbury得以跟這個未來的超級巨星 也是他的好朋友Kevin Garnett同隊 他和當時剛起步的N1簽下球鞋合約 雖然年輕 但是這個雙人組合才沒在怕的 他們就是要來挑戰強權 這兩個人的組合不太像是蝙蝠俠跟羅賓人Batman Robin 反而各像蝙蝠俠跟超人的組合 Garnett的天賦和狂野 加上Marbury紐約人捨我欺誰的態度 所有人都覺得這個組合未來至少有辦法拿下一個冠軍 不過故事的一開始都是很順利的 在Garnett得到一個天價合約之後 Marbury覺得他也應該得到一個同等的合約 經過了很多的掙扎 他來到了離家裡比較近的紐澤西籃網隊 Marbury的個人能力強到連MikeVB都說 全聯盟的後衛當中我最不想守他 在這裡Marbury入選為全明星 很可惜籃網的戰績沒有辦法因為一個人的能力而改變 媒體很自然的讓Marbury成為大家指責的對象 在一次和Jason Kidd的交易之後 Marbury來到西區的鳳凰城太陽隊 他有闖進季後賽但是碰到更強大的馬刺 所以第一輪就被擋了下來 命運之後又將他帶回了他的家 紐約 來到了紐約Marbury不改他以往的作風 他不想跟那些球鞋大品牌走一樣的道路 所以他選擇跟Steven Barry這家零售店合作 創造了自己的品牌Starberry 只要15塊美金也就是不到500塊台幣 你就可以擁有一雙跟Marbury一樣的球鞋 相對一雙Jordan的鞋動動就要200美金以上 Marbury為了這些平寒的小孩著想 要知道200塊美金 可以是Marbury他們家一整個月的伙食開銷 來自Cony Island的Marbury 從來都沒有忘記要回饋給這個社會 原本以為一切家要好轉的 沒想到回到紐約 才是惡夢的開始 2004年雅典奧運 Marbury和教練Larry Brown意見摩擦 他們一直有疙瘩 但是過了一陣子發現Brown教練竟然變成他尼克隊的教練 之前奧運輸球的陰影和兩個人脾氣都非常硬的情況下 紐約成了Marbury最不應該呆的城市 先前在家鄉打球的美好幻想 碰到現實、世界簡直不堪一擊 光是每一場主場比賽 要幫忙安排球票和位子給哪個朋友 都變成很大的負擔 Marbury每天都覺得很煩躁 他的心情也影響到場上的表現 03到07年 尼克隊每一年都無法贏超過40場球 這個時候要怪誰呢? 當然是原本說要來拯救我們的紐約之子 紐約這個城市贏球的時候不會有什麼人買報紙 輸球的時候則是一報難球 什麼真而假的故事全部都可以拿來說罪 還有 當你在16歲的時候 這個城市的所有人就知道你是誰 現在就是你 讓這個城市輸球丟臉 想想到底有誰可以承受這種壓力 這就是NBA這個生意最真實的一面 而壓垮Marbury在紐約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他長年來有慢性病的爸爸 在2007年的12月病逝 當下Marbury正在比賽當中 一直到比賽結束呢 他才知道這個消息 爸爸的離開對Marbury影響太大了 他能夠走上這條籃球路 從小到大爸爸都是他最好的朋友 最重要的心靈支柱 球隊的戰績差 媒體不斷的霸凌 爸爸的離開 加上自己的球鞋品牌被其他大公司杯葛 所有挫折加在一起 Marbury的腦子一片空白 我為什麼在這 我到底在幹嘛 籃球到底是什麼 他在Ustream平台直播 和球迷說他有多痛苦 甚至他想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 Stefan Marbury 他真的生病了 在紐約實在沒有辦法再待下去了 短暫的到了賽爾提克隊之後 Marbury決定離開他最喜歡的籃球 但是人們不了解的是 Marbury他多愛籃球啊 人們總是想從他身上索取太多 不打球的Marbury 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 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幹嘛 半年後 一通從中國打來的電話 離家11000公里外 住著14億黃種人的國家 31歲的Marbury絕對想不到 他這個紐約出生的黑人 能在那裡 有一座自己的銅像 2010年1月Marbury到了遙遠的中國 在這裡的他 人們叫他馬布里 一下飛機他自己敘述 大約有4000人來接機 每個人的笑容 每個人的熱情 感動了在紐約完全被遺棄的馬布里 有太多的夜晚都是以淚洗面 或者是獨自禱告 雖然到了一個文化衝擊非常大的地方 但是馬布里記得李小龍的話 Be like water 要像水一樣的能屈能伸 來到中國 要證明自己還能打球的馬布里 第一年在山西 後來到佛山 最後來到北京 2012、14、15年 幫助了北京首鋼牙 拿下了三個CBA總冠軍 2018年2月11號 馬布里正式在CBA完成了他的最後一場比賽 正式的從賽場上退休 馬布里在比賽的最後說 在這個最後的時刻 我跟你們在一起 你們見證了我從迷失自我 到重返榮耀的過程 在中國為我的籃球生涯畫下句點 讓我成為一個完全的自己 就這樣吧 我不會再去NBA了 也不會有別的地方 應該要在這裡 這樣的結束才對 有你們的陪伴 謝謝你們 我真的愛你們 為了感謝馬布里對中國籃球的付出 他們為他立了一個高舉冠軍盃的銅像 在距離天安門廣場5公里的地方 有一個馬布里紀念館 裡面擺著媽媽幫他保存從小到大的球衣獎盃等所有物品 2018年馬布里上了央視的春晚 用中文唱歌和拜年 中國發給了馬布里一張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 由此可見馬布里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 現在的老馬在中國和美國兩邊跑 當爺爺的他現在每天都在做他一直以來 心中都想做的事情 重新啟動他的球鞋計劃 他甚至能夠更直接的跟中國工廠的老闆合作 在中國做了不少的慈善活動 同樣的在紐約也做了很多公益 回饋給這個社會 老馬目前任職於CBA 擔任北京紫荊勢的總教練 到這裡我們想個問題 後來被中國人視為英雄的Stefan Marbury 到底值不值得尊敬呢 他不就是拿個三個總冠軍嗎 隨便一個更強一點的NBA球員 也是可以去刷幾個冠軍啊 甚至刷一個銅像 先不要這麼找下評論 我們觀察一些他這幾年做的事情 來看看都造成了什麼影響 首先Marbury這個姓氏 在Coney Island等於籃球高雄的同義詞 他們是一個龐大的籃球家族 比較有名的是他的表弟Sebastian Telfer 曾經有那麼短暫的時間 他跟LeBron James齊名 打入NBA之後呢 追隨表哥的腳步到CBA打球 其他的親戚們進入NCAA一級的學校 或者是到海外打球的大有人在 林肯高中也產出了一些NBA球員 例如Lance Stevenson和Izaiah Whitehead 不管怎麼說 他永遠是紐約人的模範 靠自己的努力脫離貧困和犯罪的環境 靠自己的努力追逐他的美國夢 Kevin Durant指導的紀錄片 A Kid from Coney Island 裡面講的不是Marvery的故事 而是Coney Island每一個小孩子的故事 有話直說的個性也許只是Marvery自信的展現 因為他小時候的生長環境 如果沒有自信可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跟Ella Iverson一樣 Marvery是一個進攻能力非常強的後衛 平均大約20分7助攻的數據 這邊我簡單找了一些得分比較高的控球後衛 我這邊隨便把他的得分跟助攻加在一起 這個數字可能也沒代表什麼啦 目的只是要看這個球員的得分和助攻能力這樣子 在退休的球員當中 Marvery的個人能力是頂級的 這個數字加起來其實蠻高的 不過如果跟現在的球員比會差一點 我覺得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現在籃球的節奏真的是蠻快的 08年的尼克隊平均節奏91.6排名NBA第15 那我們看一下2021年的獨行俠 今年2021年獨行俠的節奏97.3 還排在NBA倒數第6 所以現在籃球員的相對數據會稍微高一點 少了年次增加數據有可能下滑的因素 可以看出當年的Iverson和Marvery 這兩位算是進攻控球後衛的始祖 Marvery是第一個直接用網路直播和球迷互動的球員 在離今天有12年前的2009年 Marvery也是第一個想要提供平價的謝給球迷的球星 之後有滿多球員都效仿他這條路 他從來沒有忘記讓媽媽過好生活 幫助家鄉的人和影響世界 只是大家都想要Marvery活成我們心中想要的樣子而已 沒有人在問他的感受 來到中國之後Marvery放下過去 放下自己 打開他的心房擁抱新環境 也因為球迷的熱情Marvery找回了他自己 很少有外援球員會完全的讓自己融入一個不熟悉的環境 甚至到願意深入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 把這個國家當作他的家 不用刻板印象去看待一件事情 這一點真的不是每一個人都做得到的 也因為這樣 Marvery才可以深刻的影響這個擁有3億籃球人口的國家 我們一開始說Marvery對現在的NBA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那到底是什麼事呢? 在2020年的3月8號 新冠肺炎正肆虐中國的時候 Marvery人在中國 第一手觀察到中國的情況 他寫了一封email給NBA的總裁 Adam Silver 總裁啊 比賽必須要停止 這不是鬧著玩的 一場比賽平均觀眾大概有18000人 大家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確診 如果影響到球員 那後果真的會不堪設想 請總裁一定要下這個艱難的決定 後來Adam Silver聽了Marvery的建議決定停賽 沒想到隔了三天就有球員確診的消息 如果沒有馬上停止 我們現在不會有什麼季後賽或者是總冠軍賽可以看 到了後來 紐約是疫情爆發後的重災區 突然大量的確診讓醫療物資非常的缺乏 Marvery馬上聯絡中國的口罩公倉 直接出貨1000萬個比一般定價很多的N95口罩支援紐約 如果少了Marvery還真的不知道後果會怎麼樣 大部分的人都想要別人做符合自己心中期望的事情 這樣就間接的證明他們自己好像是對的一樣 反之人性當中是很難接受自己失錯的 所以通常就開始惱羞開始生氣 但是仔細想想啊 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人生的自由啊 如果我們換位思考一下 我們也不希望別人來插手我們的人生吧 要指責別人那太容易了 但是呢要承認自己做錯 那才是真正需要勇氣 Marvery說如果沒有去中國 他說實在他真的不知道他今天還會不會活在這個世界上 有時候看到酸民在網路上罵那些球員 死盡渾身結束 還一直靠組合技 combo這樣子 好像球員這場打不好 或者是這場比賽輸球 就讓他輸了幾百萬一樣 有時候冷靜下來的時候我會想 能夠被NBA球員選上 那真的是高手中的高手耶 那個錄取的機率啊 比你想要當太空人還要低 我曾經也有這種想法啊 你覺得Marvery這個球員怎麼樣 我覺得他能力還OK啦 但是呢如果你要跟他96年T的那些後衛比起來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強啊 你看他就是沒有那麼強 所以他才到CBA 而且你看當初 一定就是他自己太驕傲了 所以他那些球隊他都打不好 那他自作自壽啦 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自己真的很慚愧 我根本不知道人家到底經歷了什麼 我就在這邊批評他 而且我不過是個坐在沙方方的魯蛇 在那邊看球打嘴炮而已 而人家呢 他是整個家族的希望 整個城市的希望耶 所有的人都以他為榮 所以啊 我覺得沒有任何人有資格 只用自己的喜好 去決定別人是否存在 或者是他的好壞 我可以不喜歡他 但是我必須要尊重喜歡他的人 並且我要尊重這一個人 那最近看了很多討論球員 或者是比較球員的內容 我覺得理性並且互相尊重的討論OK 有太多情緒化的字眼 我覺得可能過幾年回來看 你會覺得自己很好笑 可能原本你罵那個球員 搞到最後他跑到你支持的那一隊 那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我覺得不只是台灣 而是全世界的球迷 都應該要慢慢的進步 因為其實美國很多球迷的品質 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那我希望看球 最後可以變成一種欣賞藝術的享受 最後記得要去看Higa Game這部電影 基本上他就是在講Murberry在進大學之前的故事 Murberry的故事讓我們學到 人生就是有高低起伏 沒有起伏代表即將入土 失敗沒有什麼 相信自己 轉個彎發現其實機會還有很多 記得一件事 一個你很喜愛的事物 只要你願意 它將可以帶你環遊世界 喜歡今天的故事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分享 按讚加上小鈴鐺 希望我可以跟你們 還有這個頻道一起成長 我是Skip Malu 我介紹很多NBA的退球球員 那這邊有一個播放清單 裡面的內容呢 你覺得在別的地方找不到 喜歡藍球固執的你一定不能錯過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That's it for me today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